就在最近谢霆锋和华晨宇两个人接到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 两人现身了武汉的街头 一起品尝了武汉的热干面、面窝等美食 在现场有早已等待而来的粉丝 当然有人的地方自然就看热闹的群众们 看到这么多人围着一个店铺 不知所以的热心市民们就很好奇到底是在看什么呢 显然他们并没有认出谢霆锋和华晨宇来 有一位大姐更是用孩子和小孩来称呼华晨宇 说他怎么长得这么瘦小瘦弱 旁边的大叔也接话说他本来就是孩子 似乎看到华晨宇的长相 认为他还只是正在上学时期的学生一般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华晨宇其实已经三十多岁 而且都已经做了父亲了 而旁边的谢霆锋更是被人忽视了 大叔说就他们一个人 另一位大姐接话说两个 小声点别被他们听到了 看着这位心虚的样子 仿佛不认识他们就犯了错一般 其实不认识明星也没有 意味着才是现实 谢霆锋拍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 但是在近些年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再加上这些明星们在迎评面前显得是比较高大上的 可是在现实中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两人的身高也是硬伤 就更难被认出了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围观群众 谁又会过多的留意这两个长得帅气的小伙子呢 不过也不得不佩服的是明星们在保养皮肤上真的是很用心 谢霆锋已经40多岁了 华晨宇也30多岁 可谁能想到这两人的外表年纪根本不符合他们实际年纪的呢 甚至让这些大姐大叔们都称之为孩子 可能他们都没有想过眼前的这两位 说不定跟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了呢 在娱乐圈一般用动龄来形容这些明明年龄已经不小 但容颜却显得年轻的明星 缓引来无数年轻人的羡慕 甚至陷入了容貌焦虑 可明星之所以显得年轻 除了化妆 更多的是有好的心态 好的保养 自然能延缓脸部的衰老 但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却需要为生计而发愁 为了生活而烦恼 更不加以保养自然就显得苍老 而这才是现状 大可不必焦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